市面上這麼多寵物屋,你們會選擇哪一種呢?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一組新的寵物貓屋跟狗屋 來,我們來開箱吧! 我們的寵物貓屋就是這樣子啊 它就是總共有6塊板子 所以我們就是要用這個6塊板子先把它組裝起來吧 那其實我們這個都有說明書 你只要按照說明書直接組裝 很簡單,零件就是這12個小子板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寵物已經完成了 就是長這樣 那其實呢,它就是都是靠這種卡扣式的 這種紙片,然後就直接把它放上去 這樣就完成啦 寵物,它就是長這樣 然後我們還有附一塊貓抓板 附一塊貓抓板,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放上去 其實這狗狗貓貓都可以用啦 卡扣式 那卡扣式的話,它怎麼安裝呢?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先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扣一邊 扣一邊完以後 然後你再慢慢的推進去 它就進去啦 那拿出來的話也是這樣子 它是可以順利的拿出來的 所以它是這樣的設計喔 我們這個寵物物的材質 它是比較厚的 我等一下去拿 去樓上拿我們另外一個寵物物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寵物物它差別在哪裡 好啦,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這是我們剛剛介紹的寵物物 它的紙板是這種比較厚實一點的 我們來看一般的寵物物 如果你在網路上買的寵物物 可能就是會買那種 一般的紙箱形 遇到水的話也會變形 那我們這種寵物物 雖然貴了一點 可是它在實用性的話 是會比較實用一點 用我們這一個寵物物來 做一下噴水的測試 來看一下它會變成怎樣吧 GOGO 噴水測試啊 一般紙箱如果遇到這麼大量的噴水的話 其實它是沒辦法 它可能就是會凹下去 那我們現在其實這樣 你看我們用力的 這樣弄它 這樣搓它 它都是不會破的 如果是一般的紙箱的話 可能你這樣搓它的話 它就會破掉 所以這是它是 有一定的牢固性的 測一下這個箱子的耐用度 你看我們宣宣 我們宣宣其實已經13.5公斤了 它現在站上去的話 OK 沒問題 欸 很強壯欸 測你跳一下 喔 很可以 好 那我們第二號選手 就是我們家的狗 進去吧 進去 它是一隻小的博美 那如果大家的話 剛好有遇到小狗回到你家 可是你又不想要一口氣 花那麼多預算在寵物欄上面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考慮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做一個臨時的避難所 然後放在房間都可以 好啦 你進去 你進去當一下model一下 好 坐下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寵物的話 其實以後 大五金賣場 都會看到這個 這種的寵物在販售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 產品測試 先給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就現在呢 那如果我喜歡你的影片 再幫我點喜歡 並且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